哎王老师这个黄瓜到底是怎么留瓜 能给介绍一下吗 嗯我们那个温度高的时候条件好的时候呢 是五个叶子或六个叶子呢留两只瓜 冬天温度地的时候呢 条件不好的时候是三个叶子留只瓜 我们留瓜的时候呢必须同时留两只 是吧 然后呢同时留两只啊 然后再搁四个叶子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这里可以留瓜了 是吧 这是标准的留瓜法 都一样啊 一样说留瓜的时候呢一定要留两只 留两只啊 看没这个留两只啊 如果是你留一只瓜 割两个叶子再留一只瓜的话啊 它有下面的瓜在膨大 争夺营养 上面的瓜呢啊 下面的瓜的膨大 且跟上面这个瓜呢争夺营养 所以这个瓜呢永远是完瓜啊 永远出次品啊 所以说我们留瓜的是同时留两只 让它一起成长一起一起长大 虽然长得慢一些 但是呢刮车就是好啊 嗯这是我们黄瓜的流瓜技巧 然后这个呢我们观察叶片啊 只有叶子大 叶子大哈 像那个这个叶子是吧 因为大的时候啊 营养充足多留几只瓜啊 如果叶子小 你看没 是吧这个叶子变小了吧啊 那后呢等等再留瓜啊 让我挂掉叶子小了啊 啊这就这就是观察叶片 那个叶子是5个小的 叶子大